我對上帝 這其實就是一個人生終極的判斷 我們這短短的人生 實在為女生做出一個 好像母親懷胎十月 其實十月是一個代表名詞 事實上只有九個多月而已 九個多月不到十個月的時間 更短算 一個胎兒的時程 到他臨恆之前的狀態 是存在在女父當中 就跟我們現在 在這個世界上活著幾十年 甚至女父能夠活到一百歲 在永恆的時光裡面來講 仍然是維護主導 非常非常的短暫 我們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消息 但我們也很感謝上帝 就是前行政院長 曹伯川將軍 他在九十九歲的時候 正式受死成為基督 看到這個消息 不管他在什麼教會聘位 至少 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個階段 他信了上帝 讓我們也想到另外一個老人 死的時候一百多歲 他信徒的時間更長 但是他有一生 也是受了很多的困難 他也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人物 所以講你就會知道 東北少帥 張學良 如果周圍看過他 他的一些經歷就知道 他是東北軍法張作霖的兒子 本來他們也是雄軍一旁 但是因為後來九十八事變日本 他們為了要 西約中三省 那就是東北三省 後來他們 就是用 在鐵路上面埋炸藥 把張學良經過的火車炸掉 把張學良炸死了 張作霖炸死 那他的兒子張學良 後來就揮勝 蔣介石 揮勝當時的北拔軍 也是後來的中央政府 可是他一直會 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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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道理是好吃壞 我們可以去評價 你說不好嗎 她又要好的一面 你說她好嗎 她又有不好的一面 但重點是 上學年五她也是一生傳奇 因為跟她一起模擺的當時她的一個副總之力 雕湖城最後的下場非常非常 唸了 在大陸都被避掉 老長退 其實錢把她滅了 那 當學娘卻能夠保住生命 最大的 我們都曾認為的小布蘭湾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獎頌的寶達 在重生面前基於的寶達 所以很多政府都沒有她的感情 那當學娘她那時候也算是 她後來能夠願意 親自的護送獎頓正 從西安回到南京 那她也是經過很多的掙扎 後來也是以整個國家的大土人面 那這位 我們世信非非 恩怨怨怨的 都已經遭遇過去了 但當學娘她的信仰 卻是很堅定的 下次有機會我可以放一首 張學娘作詞作曲的詩歌給大家聽 沒有聽過她 可能有 那個幾個你一定聽過 只是忘了 我以前在心溫愛教會 有唱歌她的詩歌 哪意思啊 我也就知道那意思 我想一下 也許等她最後有時間的話 可以給大家聽一聽 就是你就是耶穌啊 你就是耶穌啊 那個旋律還蠻好聽的 那她呢 她呢 她呢 背短經 沒有別的事情 說她每天就是 有聖經 有英文 翻譯 翻譯這些英文 那總之呢 不管活了幾歲 人人都有意思 死後協有散漢 但是 對信主人來講 卻是進入永生 永遠不樂的一個起點 但願 回到經文上面說的 這些 岳伯所 遭遇經歷的 信心的考驗 對我們也是一樣 帶來幾大的機遇 和方式 我們來看一些參考的經文 在詩編七十三篇二十二到二十六集 在七十四篇裡面也有提高類似的 也是我們熟悉的 甚至也被編成的詩歌 至少你能熟得知道的 詩編七十三篇二十二到二十六集 我們一起來念一下 我這樣愚昧如是 在你面前如處類一般 然而我常與你同站 你掺著我的右手 你要以你的訓言引導我 以後必接我到榮耀裡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誰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沒有所愛慕的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 但上帝是我信力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我們不得不承認 自己在上帝面前 實在是非常非常的一面有之 真的就像那些畜生畜類一樣 並且是又卑微微小 卑微渺小又軟弱毅 甚至常常是以事無常 亦無事處 然而上帝永遠樂意的圓明我們 看顧我們共同 成為我們的力量和幫助 祂那麼地愛我們 用祂愛主耶穌基督的保險 在石架上所流出來的保險 祂赦免了我們一切的罪孽過半 也使盡了我們一切的污惠和不義 使我們在經過短暫的今生之後 可以得到永生的榮耀 得到榮耀的身體 也可以進入到永生 可以與上帝同享在天上永遠的福分 這是何等的美好 我們看螞蟻 看牠非常的苗盛 一邊踩下去就 還有十字寄來之 隨便都可以把它 把弄在我們的手掌之上 我們可以掌牠的生死 生殺大權 那我們在上帝面前 光是還更補足 我們看人 看待螞蟻 從人的角度來看待螞蟻 這樣的一個情況 更加的描述 也當我們知道宇宙有多大的時候 我們才會知道地球有多麼的小 如果你在看過一些影片 我們先介紹天文 介紹宇宙 介紹螢蟻的影片 他們會把這個 身體跟不說螢蟻 不說宇宙 就做一個太陽系 太陽系的正起的行星 太陽跟所有的其他八大行星 現在有一個 可能是九大行星 但是在幾年前 那個冥王星被排除在外 因為它縮小 變成黑桿 叫做什麼 矮行星之類的 就已經不夠自由 略略為九大行星 就變成八大行星 每一個行星的體積都不一樣 太陽是最大的 那其次呢 除了太陽之外 你知道最大的行星就是哪一顆 木星 木星 木星的體積是哪一千五百倍 幾年前那個彗星裝木星 對 那個好像天文的奇觀 好幾個都只看著什麼 所以天上的這些星星 上天所創的其實 在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不要用那種迷信的角度去看 所謂的星座西相那個東西 但是我們要知道 無聖經的角度來看 天上的星層 這些擺裂 是屬於上帝 所以創世紀應該是我們說到 上帝創造這些日月運程 是為了要定節令 其實那個定節令 它原來只是做記號的意思 就是做為記號 所以 從古以來就有人去觀測天象 會發現有一些周辭 所以它是有科學性的 但是不要把它跟星座 命理混為一堂 所以我在工作裡面 外面的生活裡面 我會碰到一些非基督的朋友 常常喜歡問我 說你是你們星座的 我會故意說我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 我老早就不知道 我只是不想去前涉到那種 涉及到邪術的行作 命理 可是如果問我 甚至還有基督徒 他就問我說 你是屬什麼的 一起信不信 有些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都說 很自然而然的 跟世人一樣 我是屬貓 我是屬沒有屬貓 我是屬沒有屬貓 我是屬苗的 屬狗的 屬豬的 但是我呢 這幾年 絕口不提 我是屬什麼的 他說 我說 我是民國五十四年出生 我是一九六五年生 我是一九五年生 我是屬什麼的 一樣定要說 我是屬什麼的 把我告訴你 我是屬耶穌 我是屬上 阿門 阿門 你知不知道 十二生孝 這種東西 其實對華人 那些民間信仰的人 來講 有極大的魂法 不僅是迷信 因為他把上帝造人的榮耀 形象 貶低到跟動物生素一樣 有一些很有名的傳道人 我也不想摸摸他們 他們就覺得這沒什麼 都不是傳統文化 然後呢 對於 在十二生孝裡面 有一種動物呢 就是很神秘的生物 它也不是真的不存在 但是它的真正存在 它的本質是十二的 就是排行第五的龍 雖然很 那麼 接著 第二個 接著就是排行第六的蛇 周圍小龍 大蛇 大蛇 其實 這就這樣可以講 因為 啟示物裡面有說到 我們毀一隻撒旦 就是他大蛇 就是那種 而且一開始 在 引誘人犯罪的就是在 在壹定人裡面的 撒旦化身之一開始 就是那蛇跟那龍 就是同一個 所以我們 也不是說 極觀到 可以反對一切那些 有龍的 那些圖騰畫像 只不過也不要 變成另外一種心態 好像毫無 毫無忌諱的 甚至說這只是古董 這只是一個藝術品 都把它收藏起來 有一個很有名的傳道 裡 不是唐聖龍 另外一個 他 曾經開著宗主說 說你們不喜歡這些龍的東西 拿來送給我 可是後來他也曾經有很多 然後很有名的會傳道 不提他的名字 可能猜得到就猜得到 猜不到就出來 所以 上帝很忌諱的東西 可能如果去柯林冒犯他 即便他在其他的地方 很有成就 很屬於 很會講到 但是 上帝是如果造成他生命當中的一個破口 這是我 很深深地感受到的 所以 作為一種 沒有實權實美的 不要包含任何一個人 不要貶低任何一個人 當然這很難 單單地去救世論世 但是 不適的學習 孔老夫子 我相信 如果他有機會 聽見福音的話 他一定會當耶穌基哥 因為 他有很多的言論 雖然他 那時候不認識 但是他對於 敬天法 敬畏上天 他還是 失蹤了 這樣的一個意念 只是 他們那時候 主前兩 兩千多 兩千五百多年前 那時候還沒有福音 那時候 中國人 也還沒有什麼 宗教 道教 什麼教都沒有 他們就是 也許當時的一些 他們的宗教士 但是 在孔子的眼中 他說 他是敬畏神而認知 但是 敬畏天 所以 我們就說到 像很多的宗教 他們高舉人 甚至 學一些無神論的國家的研究 他們都 被造成像神一樣 我們現在 最出名的來看 就是金長 監獅王子三 祖孫三代都一樣 他們說 沒有神 就是維護主義 但是把自己弄得像神一樣 製造一些傳說 毛澤東的時代 高舉無神論的大型 維護主義 結果 毛澤東 用各種刀法 把他自己造成像神一樣 洪太陽 對 奉放的洪太陽 然後 爹親娘親 不如毛子息的恩情 不如毛子息的恩情 爹親娘親 不如毛子息的恩情 我媽媽去準備那些 你知道 日文熟 比我們熟 也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 那時候非常的誇張 他們說 拿著毛雨露 每天讀毛雨露 就會發生一些神奇奇事 家裡的稻田就可以 倍增 或什麼農產品 就可以大量生產 結果都是人造的 把這裡的農區 搬到一個地方 然後一畝地可以出產 多少多少 小頓的道理 結果都是假的 他說什麼 哪裡 肚子痛 頭痛 哪裡痛 拿出毛主席的話 念一念 就不痛 然後到處在那裡 感 就像今天的那個 媳婦的一樣 感恩媳婦 讚嘆媳婦 感恩毛主席 讚嘆毛主席 他比有神樂的國家還 那麼容易 讓我們更像神 因為無神樂的國家 弄得比有神樂的國家還更像神 對 人是靠不住的 即便是聖經裡面說到的神人 真正的神人 the man of God 他們在聖經變成 永遠不然是一樣 軟弱的 被為苗手 不管是摩斯也好 約我也好 都是一樣 各個忘書 各個隱蔑 各個隱蔑 有一首詩比較有名 這句比較有名 這二十年他有名的 這個 贊美之詮 屬尼EY我想應該都聽過 另外還有一首比較沒有名的 但是他是用完整的歌詞來做的 那個柏敏一定聽過 雅歌的 你知道嗎 很早以前的 那個 他做的歌裡面有一首很有名 大家聽過的就是 是 梁的主我 我也是 對 那個 彎屋一節 居於金 彼得 彼得千 這個同樣一個作者 他是一個 木農族的一個 以前是年輕人 現在也60歲了 他大概30年前就出了兩個專輯 兩張專輯 就是全部都用詩歌 是詩篇編成的經文 其中有一首就是 除你以外 他的歌詞 他的那個 一般 你叫我們在網路上幾乎找 只有找到一首是大陸的人 把他做成的那個影片的檔案 下次我們有機會來唱 他是基本上完整的 按照正面的經文 他差不多沒有改什麼字的去編 我特別喜歡這首詩歌 我們的 聖經園說到的時候 我們的肉皮和心臟衰殘 但是上帝是我心裡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本 直到永遠 真實的 這句話在信念裡面 保羅也跟我們談過 我們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後書4章16到18集 我們再用一點點的時間來做一點點的結論 我們一起來讀這幾節的經文 哥林多後書4章16到18集 所以我們不喪難 外地雖然毀壞 內心卻一天心思一天 我們這自戰自心的孤主 要為我們成就其中無比 永遠的人的無妙 原來我們不是故念所見的 是故念所不見的 因為所見的是神才是神的 所不見的是永遠的人 這就是我們今天同樣的光景 保羅他在世上的時候 他每天非常老腿的傳徒 造舊教會 監禮教會 受盡的苦楚 被監禁 被鞭打 但是他如然能夠說出這樣的話 我們所遭受的苦難遠遠不及於他 所以我們也更沒有抱怨的理由 同時在《國馬書》裡面又有新聞 提到類似的概念 他說 我想現在的苦楚 若比起將來要先於我們的榮耀 就不見義了 阿們 真的 人生非常的短暫 我們也很感謝上帝 我也特別感謝上帝 讓我的一生當中 從年輕就生病到現在 經歷了很多的苦難 也有很多的軟弱 也有很多的罪惡過犯 但是 當回首過來 回首往世 再來看現在的時候 上帝仍然使我存留 讓我仍然能夠信靠祂 仍然沒有離開祂 我覺得是非常的感謝祂 那我最近換個工作 從雲半開始 在新的公司 是在地點上班 原來上班的地點 是在 凱子嘉中區的南大門 就是第三大門 在凱秀國中對面那裡 在那裡上班的時間呢 我們原來保全都是12小時 現在在那裡只有9個小時 早上5點半 應該算9個半小時吧 早上5點半到下午3點 那固定休禮拜天 昨天我老婆就跟我說 說你看上帝現在為你預備的工作 剛正好完全符合生命的要求 而且其實我真正在那裡 1點9個小時 真正工作的時間 只有4個半小時 因為我們不是兩個人 一個人在外面站高1個小時 那雖然 連站1個小時也許有點累 但是站久也習慣 有個剛照更替 一站就2個小時 我以前站著吃爆料一次 也要1個半小時 那現在變成 站1個小時 然後進到休息室裡面 沒有人管理 你要趴著睡覺 躺在椅子上 或睡覺 把手機看報紙都沒有關係 是我自己剛去的 前兩天把這台這麼大的筆電帶去 我們最終就是說 下次不要帶筆電吧 那就不帶筆電了 就不帶筆電了 每次的時間 每次的時間 累的時候就休息 就變成這個工作 然後又準備很早就回到家 可以做起 比較有時間 但做點的事 像我今天講到的 你的信息 大部分的準備時間 就是用昨天下午準備 昨天下午到晚上準備 也是準備了1個小時 雖然沒有非常辛苦的內容 但是也感謝祖子 不夠了 那最後我們看一下 《古法書》8到24節 我們來念一下7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 誰還盼望祂所見的呢 有古卷座 人所看見的何必再盼望 很多人說 我常常沒有看過上帝 那我看到我會相信 如果能夠讓你看到 你一直用相信 那你實道理 對我們來講 信就是所謗之事的屬 你是未見就是屬的權益 這是我們的信仰 我們的信心的告白 感謝上帝 我們敬起今天天陪 想到這邊 我們一起一定要來祷告 十位的年務我們敬拜讚美 謝謝你 你的慈愛永遠長存 你的信實直到萬代 你的慈愛上帝諸天 你的信實達到窮悵 你如此的至高偉大 你如此的卑微渺小 你去眷慕我們 賜給我們 生命 賜給我們開望 賜給我們永生 幫助我們在永生之年 你可靠著聖靈的能力 為你而活 為你而死 甚至 所必要的時候 為你受苦 主啊 你與我們存在 也借著我們 似乎與我們所認識 接觸的這些親人 朋友 同事們 他們從我們身上 感受到 你的存在 我們也願意 改變他們的心態 我們願意來認識你 願意來歸向你 願意來得到你的修文的福分 謝謝你 奉耶穌基督的聖靈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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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Seth 阿 阿 393 神的路最美山 水果不明亮 为何忧愁失恋 常把我环绕 主用各样方法 恋我相紧紧 赴我顺服心脏 我慈悲不舍 神的路最美山 水果不明亮 神的路最美山 水果不明亮 全天都能为何忧愁失恋 神的路最美山 水果不明亮 神的路最美山 水果不明亮 在西国高潮 愿命既然好 在怀祝的领导 依旧无导 我要永远靠住 踏出圣子宝 圣地如最悲伤 圣地如最美好 我也愿意靠着 为祂的领导 天主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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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们的依靠 祢是我们的霸光 是我们的角色灯 是我们的路上的光 祢让我们每天都遇到祢 而困难的十二十九年为我们开路 祢把祢给我们的精品 奉献给祢 求祢 愿纳 我们感谢祢 祢 求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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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 卖的 开心 请请 。。。 我们为赖牧师师父奉献 美金四百颜 他们细配契条面蓋便在公布栏 欢迎地去等会看好 antom少年要早上 五点到九点半 教会看 简金讲到的路领带 下周期要算看时间 欢迎地后 多 Redmi 早쪽点准教会学习圣经 都是晚上7點半到9點,教會有打聽班 現在看場中,我們實在西國萊蘇講到 歡迎醫院員會拖空起來參加 已經研究西國萊蘇 具體會相處為工作會的幾位朋友帶到 參加教會聚會 實際上的理論是一個人就 以前來過我們教會的聚會老師 去年搬到台北旅遊家 他最近經過在聖誕夜做事 1月11日在台北舉行 推施禮拜幾次的年齡在堂 繼續會在國外的節目裡面在堂 原住民安與聖誕教育的第一種理解 老師 下個禮拜 我要到鋼琪牧師那邊已經講到 但我不在,下禮拜也在 那聖誕龍老師他 我本來禮拜四要打算要去台北 我去拿教育白包給他 後來他女兒跟我講說他們不收白包 因為天氣太冷,我就跟他聽我講 那這樣,如果他們不收白包 我去那邊大概太冷,天氣太冷 而且就是剛好禮拜四 是查經班的時間 我怕我回來會太冷 所以我就跟他女兒說我就不去了 他女兒叫我寫一個聖經經文端文 紀念他媽媽,叫我傳給他 然後在最四禮拜的時候念出來 然後就傳給他 他是豐男高中嗎 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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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元商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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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老師 他因為跟我同姓,所以就… 盧牧師要不要去 盧牧師都沒有同姓 阿嬤也沒有同姓 那他媽媽我有親看他兩次 住在那個廣域國外院我去看 我最後一次 他要去台北的時候 我拿一包紅包給他 說孫老,以後我們見面的人不容易了 然後他就拿過那個紅袋子 他這裡有一個包 他一直眼睛就哭出來 阿我知道因為以後再見面不容易 他病到最後都沒有力量 連站起來的力量都沒有 所以就為他禱告 他平常也來漂亮 我看他就這樣 一個巴很爛流 臉都爛掉 臉在最後一道路 好,就這樣 那我連唱在裡面 好 唱得很像 都不利用這樣 你找到 要留給他 風, ран悲! 來,我唱出一道 我唱的你 我唱得很像 我唱給你 你唱對我 全歌 我唱歌 你唱歌 你唱歌 我唱歌 你唱歌 感谢赞美慈爱的天父上帝 让我们在约伯的身上看到了他的信心 帮助我们 也通常提醒我们 让我们知道在世上我们虽然有苦难 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平安 并且有永生的看望 是我们确实的从心里发出 我知道我们救赎者 活着活到永永远远 我们心里的人 我们也要活到永永远远 在我们的荣耀中 永远与你同在 是的 我们也愿意怜悯的恩待更多 还未曾认识归向你的 这许多的我们的同胞百姓 我们的亲人家友 亲友家人 同事同学等等 主啊 还有邻居 他们都何等的需要福音 主啊 在这个幕后的时代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 价值错乱的时代 我更需要你的真理 能够光照出来 你严严恩待 所以愿你使用我们 这卑微的生命 能够成就你自己 奇妙的旨意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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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